欢迎好朋友来到新台股龙卷风 让赵新老师带着你获利 赵新老师好 甜心你好 好快已经来到了周五的时刻了 这个礼拜2024年的第一周 那从第一周一开盘 开了红盘之后呢 是连续两天的先集叠 然后这两天就是持续做震荡 让很多投资朋友就开始有点担心 赵新老师这个礼拜 其实算震荡蛮大的 那接下来呢 紧接着进入下个周 下周盘还会这样子震吗 下周盘要怎么看呢 待会请老师帮大家解答 另外呢 今天动力33真的很明显 今天看到了赵新老师一直以来 帮大家放在首页 而且一直提醒你留意的一个集团 叫做神盾集团 今天神盾大哥直接攻掌停 那神盾集团还有谁 昨天放首页你去看了吗 还没看呢 记得先加入小老鼠istock168 小老鼠istock168 神盾集团整个集团都放在首页了 但是相较于今天动力33 赵新老师 你卖掉的羚羊创新 今天又跌下去了 这个一来一往 真的差很大 所以选股真的很重要 那接下来后续要怎么掌握 以及赵新老师帮大家放在首页有很多 很重要的一些个股 你可以参考的个股 这些都是您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您先加LINE 加LINE就要把这些图档下载下来 放在你的手机 那哪怕你很忙碌的时候 你只要看这些重点个股 这样子你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赵新老师帮你把功课做好 小老鼠istock168 好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帮大家解答咯 好回过头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脑画面 今天大盘叫做收周线 待会我会帮投资朋友检示一下 下一周的行情到底是如何 尤其下一周会有很多重大的事件 包含双网的法说 然后选举嘛 那甚至于各个公司都强迫 必须要公布营收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也讲过 股票来讲它永远是涨在题材 盘在营收叠在盈余 那预计在公布营收这个时间点 股票稍微做个震荡整理之后 未来反映的绝对就是 今年一整年的一个题材个股 那于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来讲加权指数 还是在做一个 瑕福的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但是中场来讲 收并收的没有很好 还是下跌了三人几点 但是OTC稍微注意一下 针对在中小型的个股 在上柜来讲的话 今天反而是翻红的 那于是来讲的话 我们就变成说预估下个礼拜 有没有可能在中小型个股 变得比较的强势一些些 然后再去看一下 今天指数虽然是旺下跌 但是上市上柜上涨的加速 可能会比较多 那所谓合适 那当然今天动地散散散会持续 你看神盾今天拉涨停板 很强了 那林洋创新今天跟跌停板 所以我讲过 今年的行情会非常非常的特殊 即便是指数每天 它有可能震荡之后 开始再出现一个金清涨的格局 但好坏个股 光今天来讲的话 同样我们之前做过的个股 一来一往就差了20% 很可怕 涨停跌停的差别 那你的人生当中 有多少个20%可以差 所以我讲过 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你要做股票一定要有所筛选 然后涨多的个股不要去追 那有赚不跑是阿呆 好于是我们稍微看一下 昨天跟投资朋友稍微就有提示了 因为昨天来讲 指数稍微做一个震荡整理 跌停板加速高达四间 代表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主力大货 在做一个跑货的动作 那当然现阶段来讲的话 到底该留意到什么样的个股 你就慢慢看 昨天美股它就讲说 公布一个小非农的就业指数 那有些公布的是好 有些是差的 那你怎么评估 我讲过了 美股来讲的话 你就是看它日KD 到底怎么样反应 那重点是在于 它所谓的一个VIX的指数 就是恐慌性指标 虽然昨天的美股是在做沙尾盘 但恐慌性指数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大涨 代表是说它的避险需求 已经慢慢做一个和缓的一个动作 那我带你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就如我们所预期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来到月线部分 稍微讲细一点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会影响到 下一周的台币的升扁 美元指数来讲的话 现阶段就来到月线的一个反押 这条黄色线叫月线 那现在月线是旺下跌 代表它就是有反弹的 就是有一个压力的一个力道 即便是它今天站上去了 它一样都是有压力 为什么因为它现在扣底值扣到相对的高点 那这个地方它扣底值会在一个地方正嘛 那未来讲话 到下半周或下下周 它开始要旺下扣 整个月线的反押就会加重 所以现阶段的美元指数 确实是碰到一个压力点 也就是说美元指数如果碰到压力点 它准备要做个回档修正的话 台币它升值的力道就会出现 那台币一旦如果升的话 台股上涨的机会点就会比较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检视 那之前来讲跟投资朋友讲的 防疫个股跟电子类股 它会形成一个翘翘板 那今天来讲的防疫个股 它很特殊 它进行下跌的 防疫个股今天出现一个大跌 从连续的涨停之后今天崩跌停满了 不管是在恒大也好 毛宝 甚至于在美德 也有它是在做一个回档修正 那原本的预估来讲 防疫股跌 电子股它就是要涨 但是可惜今天军工股又涨了 那军工股涨 军工它其实跟防疫个股 它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本身来讲叫资金的翘翘板 如果军工又在涨的话 会不会拖累到电子类股 你就是要去评估 这个军工为什么会上涨 那当然下个礼拜是叫选举的一个因素 当然两岸的关系可能又会被炒出来 那甚至于像今天的南北韩又出现大事件 我再给你看新闻报道 所以说今天来讲军工股又在上涨 那世新来讲代表是细致财 世新的今天来讲月线还是持续在做震荡 但是爱普却过高 653亿的爱普 那爱普为什么会过高 我再给你讲 今天动机33持续 那神正家族又会轮到谁 我再给你再扎根 再给你讲下一档个股 有可能会是谁 这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 那连续两天放到LINE8主页的个股 机壳概念股加ATX3.0的概念股 今天强强的耶 今天可以开牌吗 待会再看看 我有准备了 期待开牌 那下个礼拜讲当然是CES展 就是今天先拉双虎 面板的双虎 那下个礼拜会再拉谁 这个延伸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的话 大概会放在大千电台之后 也就是投资朋友稍微去留意一下 所以大千的好朋友 如果你要看到完整版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加入我们的LINE8群组 小老鼠istock168 还有去Youtube订阅频道 订阅新台股龙卷风 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版的内容啰 对 那当然新年新希望要赚到该赚到的钱 比如说662的神盾 是 避开该避开的风险 比如说5236的林洋创新 那其实我林洋创新我是持续看好 但是我讲过 股票题材都是在 对 涨多了 然后现今段公布营收嘛 不好又掉下来 所以说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讲 你要知道是说 即便是说 大家都同样是看徐老师的节目 你看节目的人 跟加入LINE8的人 跟加入简讯会员的人 三种他绝对是会有一些差别 但是我尽可能在节目上 都公开跟你提醒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还是会反映 比如说我们林洋创新 在节目上也公开讲说 我们卖掉了 但是隔天他直接开低 变得舍不得卖 投资朋友他有个想法是说 既然这么好 我等反弹再出 但是有的时候会来不及 对 所以跟上简讯会员的好处 跟看节目跟LINE8的 它确实它是会有差别的 没错 想跟想就自己加LINE 加LINE来询问 小老鼠iSTOCK168自己来询问 对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在盘中 我们直接丢一个LINE8的这个讯息 跟投资朋友叮吟 每天提醒 对好比在12月21号的时候 跟投资朋友讲 神盾家族要来 先会先拉安国 8054的安国 因为他跨足道系制裁 对 结果你会发现到 整体来讲整个神盾家族 你看到今天 几乎每一个 不管是在盘中的连线节目也好 盘后收完盘也好 他绝对都会提到神盾 最夯的 他现在是最夯的 对 我常常在讲 股票来讲 任何的股票都会涨 只待他背后故事写好 对 那谁是写故事的人 谁又是听故事的人 谁又是报导故事的人 谁又是站在金字塔顶端 请人家写故事的人 你会想每一次的股票 怎么样去做一个联动 那有没有办法提早布局 你再去思考一个逻辑 如果是说 比如说你是许老师的会员 先布局完成之后 股票拉上去了 媒体再报导 散户再去追 差别是差在哪里 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周末假日的时候 那12月21号 跟投资朋友提到了 8054的安国 是 神盾集团 对 紧接着安国是不是上去了 是 安国上去之后 又跟投资朋友讲 你要去留意 6695的新顶 是不是12月25号 跟投资朋友提醒的 就有新顶 同一个集团的 又上去了 是 那当时新顶上去之后 我是跟投资朋友讲 ISP的概念 可以连 连接的 跳出到5236的林洋创新 就是分叉差出去了 那林洋创新我们就做个波段 卖掉又往下跌 全部的操作 它其实是有逻辑的 并不是像乱枪打鸟 或像无头苍蝇一样 因为现在来讲 现在在网路的时代 所以投资朋友 接收讯息的管道会非常多 你们可以看到的节目也非常多 那不容否认 每一个分析师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尽责 都想让投资朋友赚到钱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所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那当然新顶来讲 它涨上去之后 后来是不是紧接着神盾也上去了 那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会跟投资朋友提示 哪些个股来讲 你要先做一个震荡整理 要先做出厂 比如说像宏姬 华硕和人保 开始在进行震荡整理的12月28 也跟投资朋友提示 这个叫AIPC的概念 你看到今天来讲 它还在持续在震荡 不是说他们不好 就跟伪创 广达 技嘉 维影是一样的 AI伺服器上去之后 AIPC再上去 但是这个是全职类股 它比较重 涨了一个波段之后 你要让它做一个 适时的震荡整理 但是你适时震荡整理的时候 你的资金你就不要浪费 你要想办法把它拉出去 做一些中小型个股 你看神盾集团 就是这种道理 投资朋友的资金来讲 你要去做一个妥善的运用 不要傻傻的报上又报下 就比较可惜 你要发挥最大效益了 对 那当然来讲话从1月份开始 从今年年初 这个整个礼拜 其实你如果看指数来看的话 是不是很好操作的 对 但个股来讲话 你会发现到 其实它就是有差异 它比如说你看 林阳创新卖掉 我们是在1月4号的时候 1月3号 就跟投资朋友提示了 那基本上来讲话 再往下跌 1月4号 昨天跟投资朋友提示 再提醒一次 加重提醒一次 今天是1月5号打到跌停板 那昨天跟投资朋友讲 3228的精力科在逆世望上攻 今天换跑去拉6531的爱普 这基本上来讲话 我们在Lite 8 都会跟投资朋友去做个提醒 而且是盘中 你看今天盘中 爱普资源是不是逆世上攻 所谓何事我待会跟你讲 好 那当然来讲 今天神盾是不是逆世望上拉 媒体已经见爆了 那基本上来讲 包含在下跌的个股 台办定影 营养创新 脑宝 晴晨 郁金光 你自己防守你要设好 我们盘中就进行一个提示了 是 没错 所以盘中的讯息要不要 当然第一时间要先转握 小老鼠istoc168 你没有时间去关盘 你没有时间盯盘 没关系 赵新老师帮你整理好 再来你的逻辑可能没有办法 非常快速的去连结 接下来该做什么动作 没关系 赵新老师也帮你通通准备好 小老鼠istoc168 所以直接Lite加起来 你就可以在盘中收到重要的讯息了 好 紧接着就是消息面影响盘式 1月3号的时候讲这个消息 结果防疫股就上去了 那今天防疫股在回檔修正之际 反而北韩屠射200发炮弹 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议题 地缘政治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今天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到 今天很多的军工概念股 开始在做一个拉尾盘 代表是说它现在反映的 就反映这个题材 那变成是说周末假日 你就必须要紧盯南北韩的一个关系 以及下个礼拜的两岸的一个关系 重点提醒了 那都会影响到所谓的军工概念股 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那如果是说平安度过的话 军工概念股的短线的题材 可能又会结束了 就跟我们昨天跟投资朋友提示的 防疫概念股是短线上的题材 因为很多的个股它本身没有基本面 你比较没有办法去报场 那有基本面有题材的 可以做一个波段的就是半导体个股 那过去来讲在艾斯摩尔是不是出现一个利空 我说这个叫贾利空 因为中国订单已经全速交付了 那你就变成说你要去盯 盯着它现阶段来讲艾斯摩尔的股价 我之前也跟投资朋友讲 艾斯摩尔已经来到支撑区了 所以主要在艾斯摩尔就进行一个小跌 开始再做一个止跌回稳的迹象 那什么时候艾斯摩尔止跌会往上反弹 费城半导体什么时候日KD黄金交叉 NASDAQ什么时候日KD黄金交叉 台股它就是开始会出现一个发动的时机点 那现阶段就让它震 那今天又有一个消息 它什么消息 半导体业在暴震汗淡 谁出来的消息 三星的 三星来讲的话本季它是调降 降报价 调降在这个成熟制成的部分是5到15% 好我们大概要稍微做个解说 所谓的晶元代工它就是IC设计 投片投给晶元代工 那如果说晶元代工成熟制成的报价调降 代表它整体的成本是cost down的 是在谁身上 IC设计就是成本会降低 所以说你不要去看一个消息而去影响到你的判断 而是你要看到一个消息之后 你要去做检视 好 那如果三星它调降报价 它自然而然它是要跟谁去做对打 它是想去抢台积电的订单 那对于联电和世界先进 它就是同步的不利嘛 成熟制成的部分 对因为同样来讲它是对打的 如果我三星我愿意调降的话 那我的联电我世界先进我不调降的话 有没有办法争取到订单 所以说针对这个消息对于联电和世界先进和利基电 它本身来讲它是利空 但是我们要去看这个利空来讲到底影响会有多大 砍价的力道堪称疫后就是疫情之后是最大的 那蛮重的 对甚至于像英特尔来讲它说本机的营收可能会做一个腰斩 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利空 但是我讲过了 如果利空来袭的时候股价不跌你要做什么动作 所以你可以很明确的发现 那今天利基电看到利空之后早盘直接一个开高 还碰涨停板 那散户投资朋友他已经想说哇利空来先卖再说 一拉就拉上去了 而且成交上报得非常非常高 那这种股票也讲 姑且不论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但是我讲过 只要台积电进行止跌回稳手稳的话 不管像3661的世新也好 这个细枝材的部分它就会动 所以小股本利基电它是大股本 利基电进行止跌回稳 小股本的爱普就往上拉了 懂了 所以你看爱普整体的股价来讲的话 你去看喔 操作股票它是有逻辑 但是不见得说每一档个股 你都要马上进去去买 你要去检视现阶段 你所处在的一个战略位置趋在哪里 所以你看爱普有没有看到 冲高回撤冲高震荡又在往上攻 所以说目前的盘面上的结构 它是受到消息面做影响 而这个消息面并不是说 它跟你讲利多就真的利多 它跟你讲利空真的利空 不见得 而是要观察筹码面的一个流动 所以爱普就上去了 那我也帮投资朋友观察 这个爱斯摩尔的股价 是回撤到这个地方 就会进行一个止跌回稳 你就自己去观察 NVIDIA也好 AMD也好 Intel的部分都是这样子看 那当然讲今年还是一样 每个礼拜它都会有 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 但是你不要慌 你只要去看它VIX指数 去看它的日KD 周KD到底怎么样演变 甚至于你如果看得更细一点 你去看FedWatch 基本上来讲 今年一整年还是以降息为主 甚至会三码到六码 那当然讲经济数据出来之后 我就帮你去做观察了 实际上来讲 变化不会太大 就是以降息为主 所以说市场上来讲 它可能会给你出现一个 新的一个名词叫 不如预期歌 或是不如预期音 或是音中代歌 歌中淡音 你都不要管它 你只要去观察它VIX指数 就是恐慌性指数 到底怎么样反应 日KD它怎么样反应 美元指数台币的部分 怎么样变化 稍微去看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还是看不懂的话 加入我们的Light Egg 直接看节目 最快速 来小老鼠 I-S-T-O-C-K-E-6-8 小老鼠 I-S-T-O-C-K-E-6-8 因为赵新老师 都能够面面俱观的 帮你去纵观全局 你能够看得更清楚 更透彻 而且还解释给你听 让你更加的了解 小老鼠 I-S-T-O-C-E-6-8 好 紧接着你看 技嘉利多出来 技嘉没有涨 那辉达 伟创的利多出来 伟创也没有涨 我说要观察广达 因为广达来到下降压力一些 它如果有办法突破的话 其他个股它才会有机会做个反应 是 指数往下跌 你不用害怕 比如说15978的时候 跟投资朋友讲 老银土实践准备下一彩 一路就往上涨 现阶段的指数 它震荡是在所难免 再讲一次 震荡是在所难免 因为现在要公布营收 要选举南北还愿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它要震 震荡之后 好的个股有好的题材 它自然而然 它还是会往上攻 所以你不用担心 有任何的问题 都加入我们Light Hat就可以了 好 今天动地33会持续 因为你看 连上证 这么大型的 这种国家级的 你看 一个下跌 一个上去的 就是今年很特殊就对 它不会全面性的都往上 或全面性的往下跌 走各自的路 对 甚至于台湾的部分 有ETF的一个效应 很多的股票会受到一些干扰 但是你只要把握到一个原则 涨多了你就不要去追 好比说你看 我们讲安森美要打底 因为美股怎么了 台股怎么办 安森美打底完了 就是做得威 得威是不是就上去 一个波段 那得威上去之后 跟投资朋友讲 整流二级级还有谁 台半 台半讲完之后 是不是就上去了 你买股票一定要买对十几点 要买转折 甚至要跟对人 那当我跟投资朋友讲 有赚不跑是阿呆的时候 就代表是说 我们觉得涨太多了 需要去做一些调节 你要跟着我们做动作 做同步进出 因为你不跑 你看你有没有变阿呆 是啊 好可惜 94.6 87 84 到今天是83 真的可惜 就是这样 对 卖点有没有很重要 差非常多 好 李扬创新我们就看好了 讲完之后是不是放上工 是的 我们当时也是一样放到Lite 对 然后是不是上去了 有 然后是不是就上去了 就开始180 190 然后甚至建议200 然后说我跟会员讲说 挑战200块是不是就上去了 207 207先出一半 然后200又再出 全出了嘛 是不是掉下来 出得很漂亮 一来一往就差 同样一档个股 对 那台积电的营收准备要公布了 你就稍微去留意一下 因为现阶段的话 因为会有汇率的一个影响 那基本上来讲 台积电只要稳就可以了 只要稳住 细致材就会有机会 所以说我们是抓英叶达 英叶达讲完之后 是不是三天 两根半的涨停 英叶达就上去了 那英叶达上去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讲 英叶达我们还来回做价差 对 后来我们讲8054的安国 然后讲说你基本上 你挑不到这档 我请你来我的Lite 对 产业集市本嘛 放在这边 安国是放在这边 所以有图有真相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看当时不到100块钱 哇就一路上去 它中间会震 然后我会跟你讲说 它震荡的理由 持续看好的一个理由 对 就一路追踪 那我们做股票都是做波段的 然后会有讯息跟你做佐证 安国是不是就上去了 是 安国又是一个大波段 那现在被分盘交易了 再进行一个震荡整理 因为我们的成本够低 所以不怕它震荡 那当然安国一直飙 一直飙 一直飙之后 反而然的神盾家族 它就会动 所以是不是讲6695的心顶 心顶来讲 是不是又上去了 是 你看看十几点 讲完之后就上去 又是一个波段 然后我会跟你追踪 追踪又上去 持续往上涨 那当然中间来讲 它会有一些力道存在 也许是看节目的人 也许是报章杂志媒体 也许是法人帮我们做台阳 你都不用管它 你只要知道说 我们有持续追踪 股价是旺上攻的 就够了 没错 那当然来讲的话 到今天来讲 心顶已经来到了 盘中来讲到85.5了 非常非常的可怕 然后是不是讲神盾 昨天来讲神盾 1月9号 是不是要举办take a day 是 当时来讲 你看119 你不买 123 然后你稍微去留意一下 它的题材是3D感测技术 那基本上 我们昨天稍微有提到一下子 因为最主要它要用法就是说 比如说你手机在用的时候 你有在讲电话 有的时候可能会误触到 那它经过它这个概念来讲 这个技术来讲 它就不会误触到 它就可以顺利的去讲电话 那这个题材讲 过去其实在iPhone X 它就已经有用到 但是那个时候 它并没有发展的很好 没那么成熟 最主要原因是 那个时候科技没有那么进步 对 但现在大家都知道 NVIDIA推GPU 它效能是比CPU高100倍 超强 所以这个技术来讲 开始会广泛去做一个应用 那最主要来讲 它不是平面 而是它立体的 那主要我们是借由 LA-32228的精力科 对 带到中国大陆的手机 那现阶段 中国大陆手机 它都要用神盾嘛 那不仅仅是如此 现阶段的神盾来讲 它已经跨足到AIPC了 所以你去看 今天是不是消息面出来 Windows Windows这个新的一个系统 必须要用脸部辨识的 那脸部辨识来讲 它就变成要立体 那如果是它有办法 用到脸部辨识的 电脑要用的话 那车子电动车要不要用 更需要用 因为它一定要看到 确定它是人物的像 人物嘛 立体的 它才要做一个刹车的动作 你平面的话 不见得要去做 也许啦 它就是做的动作 来讲它就会更多了 它广泛的应用就会变更多 那当然今天来讲 讲完之后又拉一根掌停了嘛 是不是如预期要挑战135 有 真的过了 那代表说 简讯会员它就知道 哦 原本预估的价格来到了 它就知道它资金要做 怎么样做调配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在相对低档布局 知道目标价 你就知道到底要怎么样运用 那来到目标价之后 你就依照简讯进出 到底什么事要出 我就会跟你讲 好 那紧接着来讲 微软的PC键盘改革 一键搞定AI 那如果是跟键盘有关 跟神盾家族有关的 自然而然就是6243的训捷 哦 你就要去留意 但来到这个时间点 又来不及讲了 你自己到了Light的主页去看 那不然像训捷你自己去看哦 他的整个基本面 自己去留意 那包含像训捷的题材也好 和神盾家族的照片 直接到我们的Light的主页去看 OK好 大清电台好朋友 你会觉得每天时间都来不及 然后呢 每天听得很过瘾 但是呢 没有办法听完完整的 来加入小老鼠 istock168 小老鼠istock168 整个神盾集团家族当中的个股 还有刚刚老师 你直接点名了哦 训捷 训捷还有些什么样的题材 他的内容 老师也帮你整理出来 一样放在Light群组的首页 小老鼠istock168 你直接去看 你的每天的一个自选股名单当中 你可以去每天看一下 另外还包括 老师在前两天 又给大家饥渴概念股 那饥渴概念股 再加上这个所谓的 那个最新的一个运用题材 那一档标的今天强强的哦 这一档神秘标股 到底他是谁 待会会开牌 如果你来不及看到 一样加入小老鼠istock168 记得还要去YouTube 订阅我们的频道 新台股龙卷风 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还有一个就是 待会我们会讲这个车子的 CES展之类的 有一个相关概念股 就到我的频道去看就可以了 好 紧接着我们来看哦 之前跟投资朋友讲 藉由这个银广 就是AI伺服器的一个机壳的概念 一路的去做一个延伸 过去来讲 银广他是做PC的一个机壳 那所以当时来讲 毛利率没有拉上来 基本面也没有跟上来 但实际上 当他跨足到AI伺服器的时候 确实他的营收上去了 EPS也上去 代表是说 他不仅是在题材之外 他甚至已经贡献到他的基本面 所以当时的银广 才四十几块钱 我们讲完之后开始往上攻 那这场个股来讲 其实很好操作 只要每一次回撤到20日线 他就会再往上攻 那你股票冲高了 你都不要去追 因为他股本才8.8亿 相当相当的活泼 那当然来讲 银广我们就做了好几波段 11月6号再讲一次 然后是不是再压回修正 是不是一根长红棒又再突破了 我不仅在节目上讲 我们在平面媒体的聚恨网也写 讲完之后 他又一个波段又冲上去了 所以第一个波段 你看我们的简讯 第一个波段从30块到50块 然后呢 第二个波段从41块到55块 当时是预估59块 可能是一个短压 但实际上来讲 跟投资朋友讲 先持股虚报 我们就观察我们压力区 或目标区 到了以后 他的成交量 怎么样去做个演变 后来讲 他是不是又冲到56块钱 是 61块钱 68块钱 12月5号再次叮咛 卷值比已经高达到65% 开始再进行一个嘎空了 又再往上攻 好 30块 50块先第一波 59块 认为他是压力区 现在就冲到75块钱 然后中间来讲 他进行一个震荡整理 那个都不用害怕 只要是说 你是我们的简讯会员 就是依照讯情去做操作即可 那当然他也跨足了水冷 散热一个系统 所以银广来讲 现在就在高档进行一个震荡整理 那你都不用害怕 那当然银广来讲 自然而然带到即可的一个概念股 当时我们是一样 整理这个表格 丢到Lite里头去 那当中来讲 当然是在包含像3032的一个尾讯 你会发现到 他的股价出于前三季的EPS 他只有16.21 是当中来讲 所有的即可概念股最低的 那不只在即可概念股之外 我甚至于之前有做一个 ATX3.0的一个概念 我都把它丢到那里头去 都是在讲3032的尾讯 那当然这档个股来讲 昨天是盖起来的 今天就直接揭开了 直接开牌 对 像你看我们昨天的1月3 1月4号昨天嘛 是不是直接放神盾家族 神盾是不是讲到这边 神盾今天拉涨停 那尾讯来讲今天讲完 讲完之后你看今天尾讯 很强 今天尾讯非常强 那当然尾讯来讲 它不只是在即可的概念股之外 这是伺服器的部分 你稍微看一下 营收的成长 营收的比重 你自己稍微看一下 甚至于它有电动车 电动充电桩的一个概念 它还有电竞的PC的电源 所以像这一档个股来讲 基本面是相当相当的好 题材也非常多的情况下 那这个股票来讲 有震荡压回 你站在买方就可以 因为股票的部分它昨天也是这样 今天也是一样 量能报的稍微大一点点 当天当日冲和隔日冲的人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整体的基本面是好的 所以这种股票来讲 好的个股 你都可以进行一个留意 我同步的把它放在Lite的主页好了 OK好 一样放在首页 来手机直接扫一下 我们萤幕下方的QR Code 更重要的是老师您刚刚说到了 要讲到车用 车用的部分 您之前其实也在Lite 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包括面板的友达群创 对不对 他们现在都改成大萤幕 对大大的那个面板 车用的 那基本上来讲 现阶段 你看我们在12月底的时候 就有跟头这边讲 台北新车新能源展 对 当时来讲 就已经有点到过 所谓的面板双弧 是 那如果面板双弧 给它一对翅膀 它叫什么 就叫如虎天翼 所以说 对 你会发现到面板 群创友达 骨本这么样大的东西 大牛骨啊 当题材一来之后 你看 一样可以飞天 一样望上拱 一样飞天 是 那当然现阶段来讲 下个礼拜要准备到CX展 还显示的CX展又是一样 又有面板双弧的一个利多题材 所以你会发现到现阶段车子 很多都大萤幕的 跑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 那当然今年来讲 不只是有CX展之外 今年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巴黎的奥运 在7月份的时候 2024奥运即将登场 那基本上它都会有一个换机的需求 尤其现在来讲 大家都已经知道 开始进入到5G的时代 据说我现在在查 大概40几寸以上的电视 你要去买 基本上它都开始可以有联网的功能 都可以直接看上网的功能 像我们过年 可能看101的烟火之外 我们可能要去看湖南卫视 你想要看各个不同的平台 可能想要去看各个平台 上联网都可以看到 所以它会有一个换机的需求 那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甚至于在面板今年出货量 是年增3.4%之外 它有可能 面板它是看出货面积 有可能增加到8.6% 那股本那么大增加到8.6% 自然而来它股价 它就有办法有一个题材的支撑 所以说你会发现到今天友达 是不是又上去了 那群创又上去了 那如果友达群创 它有办法攻的话 这档个股我们之前有放过 今天再给大家一次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跟PCB它会有关 那基本上它是跟车载的营收 它已经高达到69%了 所以这档个股来讲的话 有任何的震荡压回 你可以震荡买房 我一样把这个题材开牌的 直接放在我们LINE的主页 太好了 今天主页有非常多的建议材料 好朋友们自己去挖宝 手机拿起来直接扫一下 究竟这一档 它和这个所谓的车用面板 车载的产品 能够有所连结 到底它是谁 去手页看小老鼠iSTOCK 168 很多精彩的内容 自己去挖宝 再次感谢赵星老师 谢谢甜心 想跟着徐赵星老师一起获利吗 立即扫描萤幕条码 加入官方社群 LINE搜寻 小老鼠iSTOCK 168 最新标股资讯 盘中解析 天天免费看到宝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 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